欢迎收看百个大事迹 我是依颖 两邦法院今天宣判了煽动法令并没有违反宪法 而马大法律系副教授阿兹米沙龙被指 发表霹雳州政协危机而抵触煽动法令 必须回到地形审讯 对于这样的判决 当事人阿兹米表示 虽然感到失望 但还是呼吁国民继续勇于发言 另外随着联邦法院这项裁决 多起因为抵触煽动法令而展映的案件 可能都必须如期开庭 这些同样抵触煽动法令的 包括国会议员郭苏沁 蔡天强以及学运领袖阿丹阿里等人 换个焦点 竞选盟2.0财政马斯加利 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 公布了Berset4集会 共筹到264万7千多令吉 扣除了66万4千多令吉开销后 剩下的198万3千多令吉 将会充做竞选盟未来两年的经费 包括用作选民教育活动 堂费以及培训等等 另外竞选盟也呼吁首相 纳吉公开私人户口里的26亿令吉的账目 接下来为您跟进的是 掌锅华人论的消息 虽然副农长达祖丁的掌锅华人言论 引发非议不断 不过他今天还是坚决表示 不会就此做出道歉 他说即使马华继续朝道 世界末日他也不在乎 他也反问马华 他有什么罪 为什么要道歉 甚至还讽刺马华有更多的过错 对此马华总会长料中来 感到极度愤怒 表示将会正式向国阵 兼巫统主席纳吉做出书面投诉 并进一步的采取行动 接下来带您关注的是一个 在网上疯传的一个影片 一名司机在天游时 怀疑因为没有熄灭引擎 导致轿车后方突然起火的影片 在网上疯传 这起事件被证实发生在 滨岛青草巷的一家国油油站内 滨州霹雳露消整局局长 雅思敏受访时表示 并没有接获油站负责人或车主的投报 不过从影片中看来 起火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因为 引擎没有熄灭 至于油站的员工一开始以水灭火 他强调这是不对的 因为这可能会引起反效果 或导致火势散开 把人烧伤 另外他也提醒在天游时 不可以吸烟和使用手机 把焦点转向森州芙蓉 继早前的断电行动 迫使芙蓉污鲁城乡木屋区的居民 往外迁移之后 大批警员今天一早就将木屋区封锁 调动重型机械就进村 展开拆屋行动 13名居民和2名国会议员 坐在路上试图阻拦拆屋行动 随后被警方扣留押走 在陆续口供后就被释放了 据知乌鲁城乡 木屋区大约有170间房屋 当中70%住有居民 截至今天下午2点 共有数十间房子被拆毁 不过并没有引发任何严重的肢体冲突 新闻就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 再会